我们每天的消耗的热量里面 有70%是属于基础代谢率 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 就是我们一整天不吃不喝 躺在床上 单纯是为了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热量 如果 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再 湿的少也很难受下来 大家好 我是中医师李琪 很多人减重会想要来看中医 但是中医减重的原理是什么呢 如何又做到 有效又不伤身体呢 这一集就和大家来聊聊中医减重 其实我们减重呢只有一个重点 就是每天 摄取的热量 要比消耗的热量还要少 让身体达到热量的赤字 这样子体重就可以 那我们中医呢 可以用药物来调理体质 促进新陈代谢 让消耗的热量增加 那也可以用药物来抑制食欲 让吃进去的热量减少 让身体更容易达到热量的赤字 更容易瘦下来 我们中医在减重的时候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会特别注重 患者的体质 有些患者他是属于 比较壮实热胜的体质 容易口干啊 比较怕热 甚至还会有一点便利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一些 比较清热卸火方向的药物来治疗 或是很多患者 他会容易水肿 下半身也会容易浮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使用一些 温洋沥水的药物 来让水液的代谢比较好 然后滞留在身体里面的水液 更容易排出去 那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中医很注重 人的睡眠 以及女生的惊奇 因为只要睡不好的话 隔天一定会很想要大吃大喝 身体的基础代谢率也会往下掉 水质的偏移也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如果有晚睡啊 或是睡不好的情况 一定要先用中药给治疗好 再进行后续的减重疗程 那有些胖胖的女生呢 她会容易有 月经晚来乱经的现象 这个时候 也可以用中药 一边调经 一边减重 让内分泌比较稳定 才不会在瘦下来以后 又发胖回去 我们中医呢 也可以用埋线的方式 来进行局部的雕塑 有些地方容易累积脂肪 怎么瘦都瘦不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用埋线的方式 来做加强 我们每天的消耗 热量里面有70% 是属于基础代谢率 什么叫做基础代谢率呢 就是我们一整天不吃不喝 躺在床上 单纯是为了维持生命 所需要消耗的热量 如果基础代谢率太低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再吃的少也很难瘦下来 那有哪些原因会让基础代谢率太低呢 有几点 第一个呢 就是睡不好 睡不好包含太晚睡啊 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是睡的时间太少 都包含在里面 第二点呢就是有些人 他之前为了减重快速瘦身 都不吃东西 让体重突然掉的很快 这个时候身体为了自饱 他就会快速的让基础代谢率跟着往下掉 第三点呢就是气血不足 气血不足的人呢 身体在运作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原料就会比较少 所以身体的机能 还有代谢的速度 当然也会跟着往下掉 那最后一点呢 当我们体重减重到每个程度 比如说我们瘦到4-5公斤了以后 其实身体的基础代谢率 也会渐渐的往下掉 减重的速度跟刚开始比起来 一定也会变得比较慢一些 我们中医减重的方式呢 主要可以分成 药物以及埋线这两种 那药物呢又可以分成 减重专门的中药 以及调理体质的中药 对于一些体重其实在正常范围内 但是有些地方怎么瘦都瘦不下来的人呢 我们可以考虑搭配埋线来做治疗 那埋线的原理呢 是利用人体可以吸收的手术线 利用特殊的针具送进我们的脂肪层 以及穴道 这个线呢在送进去以后 它可以长时间去刺激我们的穴道 可以促进局部的新陈代谢 以及脂肪分解 所以对于一些容易囤积脂肪的部位 像是肚子啊手臂啊大腿 臀部等等会有局部雕塑的作用 就是身体有一些多处流浓 或是正在发炎的伤口 或者是说我们身体有出血的状况 比方说有些女生每次月经来量都非常的大 会到血崩的程度 或者是说经常流鼻血 排便的时候呢会经常排便出血的人 再来呢就是有严重减住贫血 容易疲倦 身体很虚弱怎么睡都睡不饱的人 再来就是动不动就会一身汗 甚至在睡觉醒来的时候 发现全身湿湿的这种状况 那以上这些情况呢其实就暗示说 平常气血消耗的有点太多了 可能会有一点气血量虚啊 整体身体机能会比较低下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也应该要先用中医做治疗来调理 等我们的气血补足了 再进行减重的疗程才会比较安全有效 最后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包含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 或是心日不整等等 有这些情况的人呢一定要搭配调理体质的中药 慢慢减重 如果有在服用西药的话 也不可以贸然停药 以免发生危险 也要随时去留意我们的素质 有没有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 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呢 有一种体质它的效果会特别的好 那就是壮实 比较热胜的体质 这种体质的人通常外表看起来 会有点胖胖壮壮 然后其实是有点肌肉 不是那种虚胖的感觉 那肤色通常也不会太白 通常会比较 不会怕冷 然后胃口啊精神啊体力啊都很不错 会容易口干舌燥 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偏便秘的倾向 这类的人呢通常它的基础代谢率都会还不错 那只是说可能因为他吃的比较多 所以体重比较重一点 这个时候只要去控制他的饮食 然后有培养运动的习惯 那我们再加上中药去帮助他推一把 通常减重的速度都还蛮理想的 在服用减重药物的时候呢 注意不要喝太多咖啡因的饮料 像是咖啡啊和茶 以免发生心悸啊手抖 或者是影响睡眠的情况 买线的部分呢 如果你是孕妇或者是有凝血功能的障碍 或者是说有蟹足腫的体质 之前曾经对阳长腺过敏过 或者是身体特别疲劳 还有在想要埋线的地方有发炎或是伤口的话 以上这些情况都先不要做埋线的疗程会比较好哦 有些患者他的体质会比较敏感 所以在服药的初期可能会出现 心悸啊胸闷容易喘或是肠胃不舒服 或是便秘还有睡不好的情况 那我会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调整 药物的剂量或者是服药的时间 或是搭配调理体质中药来处理副作用的情况 在进行减重疗程的时候 一定要规律的回诊 随时向医师回报自己服药的情况 才有办法让整个减重的疗程既安全又有效 其实减脂茶药有效啊 就要回归我们一开始说的重点 它药麻可以降低我们每天摄取的热量 药麻呢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每天消耗的热量 这样子它才有办法去达到减重的效果 如果有些人呢他是想要用减脂茶来代替饮料 比如说他是那种每天一定要喝一杯寒糖饮料 或是每天一定要喝果汁的人 那的确减脂茶作为替代品 可以去减少我们每天摄取的热量 会建议最好让你的中医师去确认 减脂茶的内容是不是适合你的体质 那如果不是把减脂茶作为饮料的替代品 可是希望它真的具有促进新陈代谢 增加热量消耗的功能的话 那其实这个减脂茶它就不太可能是 很温和或是适合每个人自己来调配服用的 架水这个茶真的有这样子的功效 最好也可以去确认它里面的具体内容物有哪些 让你的中医师了解 才不会喝到最后让身体出现一些负担 看一下小草 那甚至说别人不动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喔